台湾的秋冬防疫专案紧缩政策 将一路持续到明年的2月底 农历春节也在管制时间范围之内 而现在有上百位台商陈勤了 希望能够比照商务泡泡模式 推三阶段春节泡泡 也就是返台前先集体检验 再透过包机方式返台 抵达台湾之后集中检疫三天 裁检阴性就能够回家了 不用居家检疫14天 但是这样子的想法 已经被指挥官陈时中一口拒绝 他强调病毒不会放假的 那么这道关卡不可以放松 也不会有春节泡泡的规划 自拍影片到处想回家团圆的心声 上百名台商年述春节泡泡 希望明年农历春节能比照商务泡泡模式 缩短14天居家检疫时间 台商是到大陆做生意 他一样也是做生意 他们希望能够比照商务泡泡的部分 台商们集思广益提出的春节泡泡 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 首先在板台前14天要做两次核酸检测 取得音信报告才能订金票 第二阶段希望政府比照过去的 雷包机模式 让台湾医护人员在台商上飞机前 帮他们做一次裁检合格才能登机 抵台之后再集中检疫关三天 最后再验一次PCR过关就放人 很抱歉 我一直在提到 因为病毒并没有因为过年而放假 所以检疫的时间不可减 病毒不会休假 我想当然是 可是感情也不会休假 人情也不会休假 我们不是说挑政府的困难点 我们也告诉他解决方案 面对台商人情说 陈时中仅踩14天底线 强调这一道关卡绝对不会放 不过台商回国 只要家里有独立胃育 就可以在家执行14天检疫 想赶在除夕一家吃团圆饭 最好还是早点回家 结果听我们一声去集中 听播导 听播导 感谢观看